打扮中姓的女主角 在廁所被男同學欺負 看好戲的同學 平平叫好 生活中就有女國中生 打扮中姓被學長姐霸凌的案件 10月初新北市一間國中 三男一女在路旁抽煙 看到打扮中姓的學妹 就把她拉到巷子欺負 學長先對學妹發難 罵她變態 潑她飲料 更過分的是 另一個學長竟然對學妹猥褻 原來證明女國中生 短髮 打扮中姓 個性內向 被學長姐覺得是異類 對她霸凌 家長報警後 才將世報同學含送少年法庭 有很多這種比較跨性別的 或者是比較陰柔特質 就是不是原來 她的生理性別的特質的人 這些人是很容易被霸凌的 青少年思想不成熟 容易不接受個性特別的同學 例行基金會建議 應多鼓勵學校做性別平等推廣 並極力阻止校園暴力 教導學生尊重個人自主權 才能避免性別霸凌案件 再次發生 記者周天杰台北報導